你老公跟别的女人在睡觉 你要马上关起来 假的 真的假的 电视上看到了 新闻上又看到了 哎呀 那个人犯罪了 那个人如何如何 告诉你如何 那世间人所有的快乐 都是 有痛苦的 比如说 欲望的快乐 金钱占有的快乐 师父真知灼见 这是一则欲望与金钱的影音新闻 周刊爆料 2020年 他让女弟子云登法师身座 高于其他弟子开始红发 违反了佛门戒律 两人还周游列国开讲 其乐也融融 中国人都很正常 华人好试 于是2020年 遭集团执行长兼会计 吴秀慧举发海涛犯戒 海涛偷偷将吴秀慧解雇 但旗下40亿财产存折硬件 都还在吴女手上 张芳决裂后 海涛法师被迫退休 更爆发多起官司诉讼 其中包括吴女告海涛非法解雇 有人密告吴女 侵占海涛财产并洗钱 海涛出庭应讯时 和气说不告 佛教界盛传 她有桃色把柄在吴女手上 所以退让 独名姓黄的海涛法师 带家排行老三 生性放浪不羁的他 在就读建中二年级的时候 经常离家到处流浪 大学联考重考三年 才进入文化大学观光旅馆系 日子就在玩乐 赌博 同居 课药中流逝 海涛法师本名黄荣祥 现年65岁 红法师以云淡风轻的 闲扯淡风格爆红 出家以来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 你对不起你太太三次 你只好受三次把关灾结 你才能够把你那个 协议的恶业消除掉 不然呢 你的女儿15岁就发生事情了 那就怀孕了 哎呀 网络上随便捡 都是她的偏激言论啊 你要发愿下辈子 不要再做杂母好不好啊 为什么会做杂母 爱漂亮啊 爱淡乱爱啊 爱shopping啊 你就做杂母啊 我要穿的让你知道我腿比较长 下辈你就做长颈鹿 我穿高跟鞋走路好看 那那你就做马吧 穿一辈子 海涛法师出家前的服务员 您辛苦了 三立娱乐新闻 她在骗你的知道吧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手伸 老子挺 嘉宾 转发 手伸